总之啊 虽住于久空 然修行者的接受中升起前空 然修行者的接受中升起前空 虽住于久空 这里讲久空 就是1234569 1234569 有九种空的境界 九种空 九种空的境界里面 来遮住这九种空 来遮住 于是它有遮静 遮静就是用一种东西来遮它 第一个融入会之阿日 就遮见净之空 遮见净之空 用阿日 用阿日来遮见净之空 遮只能够跟你这样子解释 或者很难解释 遮见的意思 融入精华的阿日 解脱所断 能所遏直之空 这个我直 这个我直法直的空境 能断掉 能断掉 解脱 用精华的阿日 来断掉 我直跟法直 融入灭之双印脉 遮止六四流动之空 此为停止灵想志 六四 六四 眼耳彼舌生意 这种的 来遮止六四流动之空 是融入灭之双印脉 灭之双印脉 双印 双印的脉 双印的脉 什么叫做双印的脉呢 左脉右脉 是双印的脉 可以遮止六四流动之空 六四 眼耳彼舌生意 这些所显示的 这个就是为了停止灵赏事 让你没有眼睛的事 耳朵的事 鼻子的事 胃的 舌头的事 跟身体的事 跟意念的事 眼耳彼舌生意 六种事都可以遮止 以轰气成 以轰气 轰就是气嘛 气就是轰啊 成利刃的刀 很轰利的刀的这种力量 功能是以禅定而空之空 用止观七分 止观就是停止跟观想 停止跟观想 主要是为了停止观想 观想的七分 两者七分 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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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遮止 这个观 跟止 这个是禅定 之空之空 融入外形的阿字 以乐而胜空 而出后极界 什么是乐而胜空呢 产生的乐 胜过空 也是要遮止这个乐 融入外形的阿字 来遮止这个乐 让空能够显现出来 这里的意思 就是大空 这种九种空 还有体性空 还有离戏空 还有济重胜乐空 这个最高 第九种空是最高 就是济重胜向空 为佛的法身 这等于是如来的法身 这个不用遮止了 其他的都用遮止 离戏空 离开游戏 融入真正的 什么叫离戏 离开世间的游戏 就叫离戏 所以我们曾经讲过 这个离戏要驻山 你要离开这个世间 到山中的原洞去修行 像米勒日巴 像伊西周噶 就离开这个世间 一个人独住在山洞中 那个就叫离戏 我讲这个离戏空的意思 就用讲 你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就叫做空 为闻思之见地 你那时候听不到 人在讲话 听不到人在讲话 没有听到 人在讲话 也不用思索人讲话的 已经到了这个见地 这叫做离戏空 什么叫做体性空呢 就是原始的本性 你的本性 你的原始的本性 就是等于佛性 佛性 什么叫大空呢 见物至身之头身等身之节 你在离定的时候 你已经没有感觉到 你的头手脚 跟着前身都不见了 那个叫做大空 这些都不用遮止 以上六七八九 其实都不用遮止了 都不用遮止了 要遮止的是一二三四五 这五种都必须要遮止 这样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几首 那你们既然有人听得懂就好 这就是阿弥陀佛 这很难讲了 还好 我是经历过才知道 什么叫离戏空 已经离开世间了嘛 离开世间在哪里啊 那就不是死了吗 不是 你在原动里面 就等于离开世间 因为你听不到人讲话 你又没有 因为听不到人讲话 产生不用什么思想 都不用思想 都不用在想什么 那个就叫离戏空 所以真正的修行到最后 真的是要离戏 像米勒日巴 像伊喜丑嘎 像莲花生大使 他们都是 都有经过离戏 没有在人间 听到这个你就会想出一大堆的东西 你没有听到什么都没有听到 你就脑筋里面不会想出一些东西 你也见不到你的女朋友 你想你的女朋友干什么 女朋友也没有了 因为已经离开世间了 你也不用想你的男朋友了 因为男朋友已经没有了 你已经离他很远了 离开很远了 就不用再想了